意大利人是怎么刀幕的? 没有罗盘,没有洛阳铲,没有飞虎爪 只需掰根树枝,分金定穴 就能轻松定位古墓 哈喽阿尔萨比 意大利新妓女导演 阿里切·罗尔瓦赫尔 既幸福的拉扎罗后 经历五年沉淀 带来了她的新作《奇美拉》 一个融合人性、神性与兽性的奇幻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意大利 亚瑟已在晃动的车厢上陷入了沉睡 传说,梦是为王者与王者沟通的桥梁 在梦境中 亚瑟与过世的女友被尼亚米娜再度重逢 河西的阳光下 女友的笑容鲜明动人 可惜,亚瑟还没来得及与她说上话 这个难得的美梦便被检票员无情打断了 亚瑟长向阳光帅气 眼神中却充满了忧郁与茫然 在这列开往意大利小城托斯卡纳的火车上 这个沉默管言的英国男人 似乎与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没有人知道她究竟从哪里来 也没有人清楚她前往托斯卡纳所为何事 亚瑟的神秘气质吸引了同车厢少女的注意 可任凭少女们如何打趣亚瑟 对方却总是一副疏离的姿态 亚瑟注意到 这些少女的五官与轮廓十分古典 宛如一群从油画里走出的绝世美人 这样的描述令少女们心欢怒放 一来一往 车厢里的氛围也渐渐融洽起来 然而 愉快的交流很快被一个锅道小贩打断了 为了向亚瑟兜售自己的袜子 小贩一边疯狂调侃亚瑟的衣着和气味 一边猜测 他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听到监狱两个字的时候 亚瑟脸色大变 气急败坏地将小贩狠狠揍了一顿 事实上 亚瑟之所以会对小贩大发脾气 不仅仅是因为小贩言语间对他的冒犯 更重要的是 对方误打误撞地戳中了他的心事 谁能想到 看似仪表堂堂的亚瑟 其真实的身份 是靠捣抖谋生的盗墓贼呢 面对那个神秘的地下世界 亚瑟总能展现出一番超然的本事 也需通过一根随意掰来的树枝 他便能感知到地底的遗器和文物 并且精准地定位出古墓群的所在地 而亚瑟这种分金定穴的神奇感之力 不仅让他在盗墓行业享受盛名 更使得当地一支盗墓小队将他奉为了领袖 亚瑟是个寻找古墓的高手 但在逃跑这项技能上 他可不怎么在行 上次盗墓 宪兵一来同伙们迅速逃之夭夭 只有亚瑟动作慢了半拍 结果被抓住 独自吞下牢狱的苦果 出狱那天 他的狼狈样子没逃过小贩的发言 感到尴尬又窘迫的亚瑟 一言不合就和小贩起了冲突 列车抵达托斯坎纳时 亚瑟眼神抑郁地拿着小贩扔给他的袜子 下了火车 盗墓小队的伙伴 收到了亚瑟刑满出狱的消息 特意赶来车站 准备给他接风洗尘 想到之前被捕的情形 亚瑟并没有心情和对方寒暄 只是最后碍于回家的路程太远 他也只能委屈地坐上了那辆蓝色的小汽车 回程后 因为心里还在生闷气 亚瑟拒绝了和队友们团聚 选择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亚瑟并非托斯坎纳的当地人 他在小镇的住所 只是一间位于城墙下的窝棚 蜷缩在那间破烂的小窝 一股强烈的孤独感 侵蚀着亚瑟的每一个细胞 即便是尼古丁散发的撩人气息 都无法抚慰他内心的空虚和不安 为了排解这种焦虑的情绪 亚瑟穿着体面地来到了女友的家里 弗洛拉是亚瑟女友的母亲 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老贵族 因为宅子年久失修 这里总是散发着一股颓旧古朴的气息 古宅里挂着很多植物 动物 还有猫头鹰的壁画 可奇怪的是 顺着亚瑟的视线 那些壁画大多都是道调者的形态 亚瑟率先见到的不是弗拉洛夫人 而是一个叫做伊塔利亚的红衣女人 亚瑟只是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对方便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 因为弗洛拉夫人除了亚瑟以外 也不谈及别的东西 似乎在丧尸爱女后 她生命的百中便已经停滞 她不愿相信贝尼亚米娜早已死去 为了留住这份逝去的亲缘 连同亚瑟这个未过门的女婿 都被她打包成了祭奠女儿的纪念品 对于亚瑟的来访 弗拉洛夫人很是高兴 两人刚一见面 夫人便亲切地拉着亚瑟的手 询问她是否找到了贝尼亚米娜 得到了对方否定的答复后 弗洛拉夫人的脸上 没有露出难过的表情 反而鼓励亚瑟不要气馁 或许同样枕于往事无法自拔的人 还有亚瑟自己 在来意大利之前 亚瑟曾是考古专业前途光明的毕业生 但在女友去世后 这位考古界冉冉升起的新兴 却参与到了盗墓活动中 和其他的盗墓贼不同 亚瑟一直不太在以前 多年来 他一直在尝试 用自己的考古知识 和超自然的能力 去感知亡灵世界的入口 或许在他看来 唯有在那些虚妄的梦境 以及神秘的地下世界 自己和女友才能跨越生死 产生交集 即便这种形式的交集 是如此的短暂而脆弱 闲谈中 弗洛拉夫人告诉亚瑟 那个叫做伊塔利亚的女人 是她最近收留的学生 伊塔利亚想跟随弗洛拉夫人 学习唱歌 却没有能力支付学费 而作为对方私教指导的交换 伊塔利亚需要料理 老夫人的日常起居 尽管伊塔利亚 对于家务事事无巨细 但弗洛拉夫人 在言语中 却对她多有挑剔 为了庆祝亚瑟的到访 老夫人特意将 自己的子女喊回家 孩子们闻讯赶回老宅 乌泱泱地占据了整个客厅 且清一色的全是女人 事实上 这种女性称起家族门媚 而男性角色 在家族中缺失的现象 在意大利乡村并不罕见 而在这座 四处破风漏雨的老宅中 充当一家之主的弗洛拉夫人 却迂腐保守 崇尚父权 她赋予男性 在宅子里抽烟的权利 却对同为女性的子女们 要求苛刻 老夫人对男女性别的偏见 招致了所有孩子的不满 所以女人们 对着亚瑟这个屋子里 唯一的男人 平头论足起来 在他们看来 亚瑟经常拜访 弗洛拉夫人的行为 和啃老没有什么两样 为了甩掉这个不必要的麻烦 女人们给她介绍了 一份仓库的工作 只要亚瑟愿意 明天就可以开始去那里上班 显然 无论女人们的提议 是否出于好意 亚瑟都不可能接受 毕竟探血盗墓 是她思念女友的 一种精神寄托 最终 这场家庭聚会 以众人的不欢而散告终 伊塔利亚与亚瑟的出见 虽然局促短暂 却不妨碍 她对这个男人产生好感 因为在聚会上 她发现亚瑟有些感冒 伊塔利亚好心来到她的住所 给她送来药物和温度计 彼时的亚瑟刚从睡梦中惊醒 和上次在车厢里睡着一样 亚瑟再次在梦境中 见到了自己的女友贝尼亚米娜 但是这次 女友没有和亚瑟交流什么 她只是穿着一件 红黄相间的毛衣裙 漫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 在梦里 深蓝色的天空 掠过许多黑色的小鸟 但小路的阳光 却是如此温馨烂漫 突然 她缓缓蹲下身子 试图将缠在植物上的红线解开 却惊讶地发现 红线的尽头 竟然被埋在了泥土里 从这个诡异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后 亚瑟若有所思 却又无法明白 这个梦究竟预示着什么 伊塔利亚叮嘱亚瑟服下感冒药后 好奇地打量起她房间里的老物件 亚瑟慌忙接过她手里的东西 告诉她 这些是被很多双眼睛看过的 单纯的伊塔利亚 并没有听出亚瑟的言外之意 反而一板一眼地纠正起了她意大利语的读音 显然 伊塔利亚对亚瑟心生好感 但两人在思维上的差异 却也注定了他们的结局 只会像两条相交过的直线 随心之所动 却只能无疾而终 渐行渐远 两人站在古老的城墙下闲聊时 伊塔利亚神采飞扬地告诉亚瑟 在她出生的地方也有很多树 而树是她在那个地方唯一喜欢的东西 说着 伊塔利亚的注意力 便被不远处的一棵树吸引 与那些规规矩矩生长的树木不同 这棵树 从树干底部就开始分叉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个人 稻栽葱插在地上 像这样形状奇特的树木 在亚瑟的住所附近还有很多 不过 此时的亚瑟 无心在与伊塔利亚攀谈 因为在无意间推倒一棵小树后 她发现自己之前 藏在树下的脏物全都不见了 亚瑟愤怒至极 扛着小树 去找自己的队友算账 队友们见亚瑟找上门 便主动拿出了他的脏物 解释道 他们是害怕这些东西 被先兵搜出来 才不得已把他们藏起来的 事实上 亚瑟能这么快从监狱里出来 靠的是一个名叫 斯巴达克的古董商的帮助 如今重获自由 他便想着用这些老古董 暴打对方 对于亚瑟的想法 队友们却表示 像这样的破铜烂铁 斯巴达克还不一定看得上 说着 竟然还不停地劝说 亚瑟尽快归队 和他们一起再干几票大的 队友们之所以极力挽留亚瑟 不是出于对他的友情 只是想继续倚仗着他 独特的探幕感之能力 而亚瑟 表面上说着 不肯再与他们同流合污 但在孤独感的驱使下 最后 他还是回到了盗墓团伙的队伍中 在小镇的庆渡活动中 盗墓小队 意外结识了一位热爱摄影的女孩 女孩名叫梅洛迪 是斯巴达克的朋友 她对外表英俊的亚瑟 表达了强烈的好感 勾火晚会上 一个名叫卡提尔的古怪老头 找上了盗墓小队 老爷子告诉亚瑟等人 自己能帮他们 找到伊特鲁里亚人的古墓 作为指路的报酬 事成之后 需要和他平分古墓里的宝贝 据历史记载 伊特鲁里亚人 是生活在意大利中部的土著民族 公元前八世纪 希腊和菲尼基的商船 抵达这片土地 引入了尖端技术 点燃了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发展引擎 仅一个世纪后 伴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 伊特鲁里亚文明迅速成形 他们借鉴希腊字母 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系统 受到东方的影响 他们在陶艺 建筑和艺术领域 也达到了新高度 尽管文化璀璨 伊特鲁里亚人 却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 公元前八十八年 罗马同盟者战争后 这一民族迅速被拉丁人同化 一度辉煌的伊特鲁里亚文明 也随之消散 在历史文献中 他们被称为图斯奇人 而图斯奇这个单词 也是托斯卡纳小镇名字的由来 相传 每个伊特鲁里亚人在去世后 都会在自己的墓穴里 放入大量的陪葬品 想到这些 盗墓小队对这趟探幕之旅 跃跃欲试 探幕小队猜测 梅洛迪财力不俗 所以在跟随老爷子 前往古墓遗址时 他们没有忘记 把这个潜在的客户烧上 在伊特鲁里亚时代 妇女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奉行女性主义的梅洛迪认为 如果伊特鲁里亚人还在的话 如今的意大利 就不会那么多大男子主义了 不过 探幕小队的皮罗 对梅洛迪的长篇大论毫无兴趣 比起所谓的男女主义 他更关心自己的未来 关心自己能否当梅洛迪 这种富裕家庭的坠序 卡提尔身为这次探幕行动的牵头人 在行动当天却姗姗来迟 他将亚瑟等人 领到了一处山洞的入口 并告诉他 伊特鲁里亚人的宝藏 就藏在这座山洞底下 可亚瑟的队友们却认为 这个山洞可能就是个旧窝棚 毕竟在这周围 他们并没有发现坟墓的痕迹 卡提尔心事淡淡地笃定 此处一定有座巨大的墓穴 因为在很久以前 他的祖上曾在这片区域 发现过很多古老的物件 可惜 这些东西最终都被愚昧的先祖丢弃 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 当然 专业的事情总归要交给专业的人做 就当几个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亚瑟向老头子讨了一口酒 便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按照惯领 亚瑟先是舍下了一根树枝 镜头纵向旋转180度 在树枝无形的牵引下 他带着众人来到了山洞附近的一处小树林 每当亚瑟开始展示他的超能力时 导演就会巧妙地运用上下颠倒的翻转镜头 表达了亚瑟对生与死边界的执着 虽然生活在阳间 却不断窥探阴间的秘密 想要从墓地里召唤出心爱之人 电影里的台词 树枝如同头部向下插入土中的人形 也巧妙暗示了这一点 定位出墓穴的精准位置后 亚瑟呼吸急促 跌坐在底 注意到亚瑟的异样 队友坚称 这是酒的副作用 囊囊着要找老爷子算账 看着盗墓小队凶神恶煞的模样 卡塔尔之前哪里见过这样的阵长 出于恐惧 他也顾不上继续寻宝了 非快逃离了树林 可他不知道的是 所谓的假酒风波 不过是亚瑟和队友们联合耍的把戏 目的就是要在赶走卡提尔后 独吞墓穴里的这批宝贝 为了引人耳目 盗墓小队约定 等入夜以后 几人再正式下幕 在那之前 亚瑟需要赶回古宅 取走自己藏在那里的工具 伊塔利亚正在弗洛拉夫人的指挥声中 一边干着繁琐的家务 一边练习唱歌 亚瑟在寻找盗墓工具时 无意间发现了伊塔利亚 藏在宅子里的两个孩子 原来 一向坚强乐观的伊塔利亚 其实也是个可怜的单亲妈妈 而老夫人因为腿脚不变 一直没有发现伊塔利亚的秘密 亚瑟对于两个孩子的存在 无比震惊 但他也顾不上探究这些八卦 便拿着自己的工具 迅速赶往了墓穴所在地 夜晚 盗墓小队的成员和梅洛迪 相聚在小树林 按照亚瑟指引的范围 队友们在这片小树林 探查了许久 等他们好不容易发现墓穴的入口 却发现这座墓地 早就被其他盗墓团伙造访过了 不过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成员们在墓穴里仔细探索一番后 还是在角落里挖出了不少陪葬品 亚瑟对于那些普通的瓶瓶罐罐不感兴趣 借着微弱的烛火 他在墓穴的角落里 找到了一个可爱小巧的铃铛 第二天 一行人来到海边 开启了庆功派对 卡提尔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 也迅速赶到了海边 他试图和这群盗墓者对峙 却只招来了对方的冷嘲热讽 伴随着三角龄的悦耳旋律 一个人唱起了关于盗墓小队的歌谣 不劳而获的盗墓者们 是海洋中的一滴水 然而 他们的盗墓行为 不过是摆脱生活贫困的一种手段而已 寒来熟往 盗墓小队靠着亚瑟的超能力 寻到了不少值钱的谷物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依旧会遭到宪兵的追捕 但在同伴的帮助下 亚瑟再也没有被警方抓住过了 佛罗拉夫人的宅院 亚瑟与伊塔利亚相处融洽 两人经常在老夫人的眼皮子底下 借助只有彼此理解的手语 分享着各自的感受 不过 在伊塔利亚看来 这种交往或许还有另一个代名词 偷情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佛罗拉夫人提议去小镇的车站转转 另出发前 伊塔利亚担心孩子们挨饿 特意在宅子里逗留了一会儿 亚瑟跟随伊塔利亚左右 亲眼目睹了他耐心照料孩子的情形 或许是出于对对方的怜悯 又或者是心中的悸动在作祟 亚瑟将那梅在墓地里寻得的铃铛 送给了伊塔利亚 这是伊塔利亚从亚瑟那儿收到的第一份礼物 眼波流转间 一股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 似乎冲破了某种禁锢 缓缓流淌在这对男女的心间 小镇车站荒废许久 老夫人早已忘记自己来过多少次这个车站了 但回忆起女儿们坐车远行的画面 那些珍贵的记忆却仿佛还在昨日 弗洛拉夫人告诉亚瑟等人 如今这个车站是公共建筑 并不属于小镇的任何人 此时的伊塔利亚并不知道 这个无人的车站 未来将会成为自己的落脚点 亚瑟在车站里面独自摸索了很久 或许连他也不明白 自己究竟想在这里找到什么 只是恍惚间 女友的身影竟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如影子般如影随形 又如流云般短暂意识 刀姆小队将股积攒到一定数量后 便想着用他们和斯巴达克换取酬金 双方交易的地点在一座大厦的宠物医院 尽管双方来往多次 斯巴达克却从未在刀姆小队面前展露过真容 每次交易他都只让手下代为传话 或许对这批货物不太感兴趣 斯巴达克这次给出的价格比以往低了许多 对此 刀姆小队却没有还价的资格 只能识趣地带上钞票 离开了交易点 回程的路上 他们与沿途的宪兵不期而遇 宪兵早就对着群无所事事的刀姆贼心生不满 注意到刀姆小队车子里的铲子 怀疑他们又去干偷鸡摸狗的坏事了 却又盘问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无奈之下 宪兵只好放任亚瑟等人驾车离去 等到分钱的环节 亚瑟没有参与其中 但看着同伴嬉笑地闹作一团 亚瑟也忍不住牵起了嘴角 一颗名为归属感的种子 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就在这时 意塔利亚突然领着两个孩子 造访了亚瑟的小屋 在这之前 刀姆小队的其他成员 并没有与这个女人产生过交集 看着几人正心危坐的神情 意塔利亚却微笑地表示 自己只是想带着孩子们参观一下亚瑟的住处 显然 经过前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进展 起初 这群刀姆贼依旧对意塔利亚充满戒心 可当他们得知对方的名字后 竟然立马就接纳了他的存在 甚至还同他开启了谐音梗的玩笑 在和亚瑟等人在海边的酒吧跳舞时 无论是杂乱无章的共舞 或是尴尬的独舞 意塔利亚似乎总能应付自如 意塔利亚在舞池里灵动搞怪的作风 让一旁的亚瑟挪不开眼 为了不让意塔利亚忍受别人的骚扰 亚瑟带他离开了嘈杂的酒吧 随后 盗墓团伙一行人也跟了上来 几人散步来到海边的垃圾场 沙滩附近 是一群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落 那个世界人群袭嚷 灯火通明 与这片辽际的海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着队友们在海边吸水打闹 亚瑟与意塔利亚依偎在一起 相视而笑 突然 亚瑟好似收到了某种召唤板 独自一人朝着远处的草丛走去 并开始不停地徒手跑递 队友们见状心领神会 立刻赶去给亚瑟帮忙 面对眼前的情形 意塔利亚完全摸不着头脑 身旁的女队友告诉他 这里就是意塔利亚时期的古墓群 而亚瑟他们 正是靠捣抖谋生的盗墓贼 磕首秩序的意塔利亚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得知 亚瑟的铃铛也是王者物件后 意塔利亚吓得直接将他丢在了地上 他想要保护这些亡灵的尊严 甚至不惜搬出司法和警察 盗墓小罪觉得 意塔利亚太过碍事 便叫嚣着让他赶紧离开 面对众人的驱逐 意塔利亚仍不死心 他责问亚瑟 他的女友是否知道他干了这些勾当 原来 意塔利亚一直不知道 贝尼亚米娜早已雇取 如今 偷情的事实被暴露在皎洁明亮的月光下 亚瑟心虚复杂 便默许了队友们赶走意塔利亚的做法 在开扫墓地时 盗墓小队惊喜地发现 这个墓地还没有被人挖过 不过 这座古墓 与其说是意塔利亚人的栖息之地 不如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神庙 墓室之内 没有棺果和尸体 随处可见的 是那些千年前的精美壁画和文物 神庙的正中央 助力着一尊古老的女神雕像 雕像在地下沉睡近两千年 那种令人窒息的美感 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望着女神雕像的眼眸 亚瑟久久缓不过神 仿佛在某个瞬间 他看见的不是雕像的眼睛 而是女友的灵魂 利欲熏熏的同伴们开始盘算着 如何才能将这些宝贝运出去 为了方便将雕像带回地面 队友们干脆利落地 斩下了雕像的头颅 而这个举动 引来了亚瑟极大的不满 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悲剧 莫过于美好的东西被人毁灭 愤怒之下 亚瑟不肯听队友的解释 挥起拳头和他们大打出手 就在众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外面突然紧急大作 当我们小队以为 意塔利亚真的带着宪兵去而复返 危机在即 他们只好暂时放下成剑 带着雕像的头颅落荒而逃 奇怪的是 之前一向看他不顺眼的宪兵 这次却没有紧随其后 原来 这群突然出现了宪兵 只是另外一伙盗墓贼乔转而成的 早在海边舞会时 这群团伙就盯上了盗墓小队 他们知道 亚瑟这个人 具有了不起的探幕天赋 只要跟在他们身后 总有一天能捡到大便宜 这群盗墓贼利用警笛 吓走了亚瑟等人后 便将神庙里的古物扫荡一空 考虑到这批货物价值不菲 斯巴达克在与这伙盗墓贼交易时 竟然主动露了面 原来 这位大名鼎鼎的古董商 真正的身份 是一位女性文物贩子 看着盗墓贼送来的赃物 斯巴达克一眼就相中了那尊无头神像 为了将这批货物卖出好价钱 他动用自己的所有人卖 准备在轮船上 举办一场顶级的私密拍卖会 先前淘宝时 亚瑟弄伤了脚 他拖着受伤的身子回到古宅 在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讨论声中 他知道 伊塔利亚的秘密已经被曝光 弗洛拉夫人一气之下 将这位忠心耿耿的学员扫地出门 客厅里 女人们忽略了伊塔利亚平日里付出的劳动 一昧地指责她就是个骗子和小偷 为了变卖宅子里的古物 从中捞点好处 他们还极力劝说母亲搬去养老院 弗洛拉夫人却担心 自己一旦离开了这里 贝尼亚米娜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日复一日的守望中 他渴望着亡灵的归来 也盼望着意大利的古国光环 能再次降临在托斯卡纳的土地 伊塔利亚和他的两个孩子不知下落 而亚瑟和伙伴也错过了一夜暴富的机会 盗墓小队气势汹汹地来到宠物医院 想向斯巴达克讨个说法 却被对方的员工置之门外 幸运的是 他们在这里遇到了老熟人梅洛迪 在他的帮助下 一行人顺利登上了排卖会的游艇 排卖会场 那尊断头雕像被包装成了精美的商品 引来了各位博物馆馆长的相继竞价 斯巴达克告诉亚瑟 所有盗墓者 不过是文物盗卖流水线上 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螺丝钉一旦生锈 就只能迎来被抛弃淘汰的命运 而亚瑟即便具备寻找失落物的天赋 也改变不了 它是文物走私犯的事实 亚瑟的同伴 对于斯巴达克的螺丝钉论并不买账 比起螺丝钉什么时候生锈 他们更关心自己带来的雕像头颅能换来多少报酬 在这场金钱与利益的争讨战中 文明的枷锁在人类身上荡然无存 在这一刻 光鲜亮丽的文物贩子和捧头垢面的盗墓贼 都化身成了争夺食物的野狗 这群丧失理智的兽人 对彼此资出獠牙 争吵无果后 他们将裁决的权利交给了置身世外的亚瑟 亚瑟捧着雕像的头颅 莫名间想起了伊塔利亚曾说过的话 亡灵的东西不是为人类的眼睛所准备的 从此刻开始 他才真正明白文明深埋尘土的意义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亚瑟双手一抛 将头颅丢进了水中 看着雕像的头被丢到湖里 斯巴达克的脸上露出了欣然的笑容 残缺的美会让人有无限的遐想 他知道 纳尊在展会上的无头雕像将变得更有价值 回程的火车上 同伴们还因为亚瑟毁掉头颅的行为 对他爱搭不理 而亚瑟却在车厢中 碰见了自己出狱那天认识的那些旅客 半梦半醒间 或许连他自己都分不清眼前的情景 是梦境还是幻觉 那些熟悉的面孔询问亚瑟 是否见过他们的东西 根据描述 亚瑟推测那些东西 正是盗墓小队从坟里带出来的陪葬品 驱本逐利的文物贩子 靠着盗卖文物的流水线 赚得盆满钵满 而那些丢失了信物的孤魂野鬼 却只能游荡在冰冷的列车里 永无归属和安宁 火车上 唱讲人和三角龄的旋律再度响起 恍惚间 亚瑟仿佛听见了亡灵 在地下世界的痛苦哀嚎 火车到站后 队友们不愿再与叛徒做朋友 于是便决定从此分道扬镳 亚瑟只能像流浪汉一样 行走在乡村的小道上 回到小镇 他发现自己 搭在城墙下的窝棚 被公务人员拆卸一空 在异乡 他没有恋人 也没有了朋友 他不知自己这颗无家可归的蒲公英 未来又将飘往何处 就在这时 上次假扮警察的盗墓团伙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正当双方聊得尽兴时 亚瑟突然发现了 伊塔利亚的大女儿 自从伊塔利亚被赶出古宅后 亚瑟便失去了他的下落 从亚瑟的眼中 大女儿读出了对方对母亲的思念 但他希望 亚瑟与伊塔利亚见面 至少得把自己收拾一下 在女孩的带领下 亚瑟来到了伊塔利亚的新住处 原来 离开弗洛拉夫人的宅院后 伊塔利亚便和孩子们 住进了小镇的车站 他们与其他无家可归的女人们一起 将这个废弃的旧车站 改造成了温馨的大本营 与刻板保守的老宅不同 这里欢声笑语 和谐自然 亚瑟为这里的一切 感到由衷的高兴 不过 伊塔利亚却说 这里只是他们暂时的住所 生活本来就是一场短暂的停留 看着亚瑟纯粹的笑容 伊塔利亚提议 不如以后留下来和他们一起生活 那个夜晚 亚瑟和伊塔利亚用手语交流着 享受彼此的陪伴 但这一次 亚瑟是来做最后告别的 第二天 伴随着晨光细微 亚瑟独自离开了这间幸福的小屋 在一栋建筑废墟下 他拿着树叉勘探探了很久 却始终没有感应到古墓的存在 新团伙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 他们在一处水坑上挖出深坑 并顺利找到了墓穴的涌道 团伙老大担心墓里会有危险 便怂恿亚瑟一个人跳下去 伴随着一声巨响 亚瑟掉入了一个未知的漆黑领域 狡诈的盗墓者 用挖土机将墓穴的入口封上 亚瑟没有退路 只能举着蜡烛往深处走去 走着走着 他突然发现 墓穴顶部居然探出了一根红线 那根红线就像是来自明府的百渡船 牵引着亚瑟与恋人的情缘 也连接着地面与彼岸 红线一拉 亚瑟的墓室里也被洒入了细碎的天光 亚瑟魂牵梦绕的爱人 也终于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阳光下 这对阴阳两格的恋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缘起缘落 亚瑟在这趟冒险旅程中 终于寻到了自己的齐美拉 影片结束 导演在解释齐美拉故事背景时提到 二战前后 一些外来的资本势力打着考古的幌子 在本地大肆掠夺 伊特鲁利亚文明的珍贵遗物 就像唱讲人唱的那样 那些盗墓人只是汪洋里的一滴水 他们生长于那片土地 自以为享有文物的处置权 于是 他们毁坏古迹 挖掘古墓 用掠夺来的艺术品换取金钱 因此沾沾自喜 然而 他们不过是非法文物贸易 这个庞大体系中 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 他们既是共犯 也是受害者 让人又怜又恨 在希腊传说中 齐美拉是一种由尸首 杨身 蛇尾等怪物混合的杂交体 在文学和艺术表达中 代表不可能的想法 不切实际的梦 黄土之上是钢筋水泥 黄土之下是失落的文明 女主伊塔利亚的名字 音译就是意大利 她从一个破败的贵族老宅逃出 象征着 她从传统束缚中的解脱 并在现代文明的边缘 废弃的旧车站 建立了一个 类似于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母系社会 在这座历史与现代复合的意大利小镇 似乎每个人心里都藏有一只齐美拉 为了找到自己的齐美拉 盗墓团伙舍弃文明 捣抖下木 文物贩子贩卖文明 换取财富 对于亚瑟来说 齐美拉就是她失去的心爱之人 为了找到失去的恋人 她不惜将自己化作电影海报中的道调人 在红线的实影下 亚瑟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漫游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时空 神圣与世俗 生存与死亡 当那扇通往来世的大门缓缓打开后 那个最原始 纯粹的古典意大利 便展现在了世人眼前 教书 询想 询想 询 zie